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姨玛武师的路上 复活的耶稣 知道这两位门徒的困惑 祂主动接近这两位门徒 向一位陌生人主动亲近 倾听 并提供他们的需要 渐渐地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 当他们向主耶稣 请述心中的痛苦时 这位陌生人变成他们旅途中的人生伴侣 也变成了好朋友 可以聊天 更可以谈一些心事 然而不久他们说 请你到我们家来住 主耶稣再进一步变成他们的贵宾 然后进入家中 当耶稣拿起饼来注谢剥开 变成他们的主宰 各位兄姐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学生和耶稣的关系改变 从陌生人变成好朋友 再从变成家里的贵宾 最后成为生命的主宰 这些是很重要的过程 不知道我们 对我们来说 这位复活的主耶稣 跟我们的关系 是陌生人吗 还是好朋友 是我们家里的贵宾 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亲爱的兄姐 当我们在生命中感到 丧至沮丧 绝望 跑去躲藏的时候 复活的主耶稣 要像对待 姨妈武师路上的门徒一样 主动亲近我们 亲自听我们说话 听我们的抱怨 还开放我们的属灵眼光 主耶稣也要接受我们的邀请 进到我们的家里 不止这样 主耶稣也要透过我们 与耶稣共同的仪式或记号 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出复活的主耶稣 并邀请复活的耶稣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并活出一个重新得力 充满盼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